加州州中议员博曼和州参议员格雷泽 于州三发布一份新闻稿 指出加州现行的罢免选举制度存在缺陷 博曼声称 此次的州长罢免特殊选举 凸显了加州现有罢免程序的不民主 他表示民选官员不应该被罢免 并且被获得较少选票的候选人取代 格雷泽表示 他与博曼并非建议取消罢免程序 但现有制度可能会带来反效果 因此他们将与其他州的立法者讨论 并在达成共识后 交由加州选民决定是否采取改革行动 资料指出 加州的罢免程序已经存在了110年 其中民间有无数次针对州长的罢免行动 但只有两次成功举行罢免选举 包括在2003年对时任州长格雷·戴维斯的罢免 以及今年针对州长纽森的罢免行动 目前美国有6个州允许选民在罢免选举选票上 选择继任者 加州就是其中之一 还有9个州将罢免选举独立举行 另有5个州则直接任命继任者 相对于其他州 加州对罢免选举的认证门槛较低 支持罢免者有160天时间收集足够的联署签名 数量是被罢免官员前一次选举票数的12% 而其他州罢免选举门槛的联署签名数量 最少为15%至40% 并通常有60至150天来收集签名 报道指出 两位议员尚未提出确切计划 但表示最快将于10月开会讨论这项议题 新台人记者王自艺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